请 实在是不好意思 程总啊 你打电话约了我好几次 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谈 可我一直工作上太忙了 实在抽不出时间 本来应该请你去公司的 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环境 有什么事情说吧 今天侯总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妈 其实我只想知道 你反对沈侯 跟严晓晨在一起的真实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你约我来谈 试谈我儿子情感的问题 那也好 我也就直接回答你 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门不当 互不对 你觉得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 充分 充分 很充分 但充分到步步紧逼 不惜毁掉儿子的前途 也要拆散他们 这就不太正常了吧 你说什么呢 洪总啊 您不是无知福如 您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 如果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 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拆散他们 但是现在您的手段 太激烈 也太着急了 我说小陈总啊 你的这些话呀 倒真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手下的 一个普通员工的私事 这么感兴趣呢 我明白了 你是在追求严小陈是吗 那我拆散他们两个 正好成全你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形势不太正常 当然也想帮助小陈 看看从别的什么方面 可以让你们同意 所以委托了我一个朋友 调查你们 什么 但没想到 查到了一些 我不该知道的事 你过分了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沈侯跟严小陈 是同一届的高考生 对吧 对啊 他们是同龄人 是同一届高考生 而且还同上一个大学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仅仅只是如此吗 你什么意思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 其实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 就是希望 你不要再阻止他们 让他们幸福地在一起 给他们祝福 我明白了 你今天是来当说客的是吧 而且代表严小陈一方 但是小陈总 有一点你必须明白 他们俩将来走不走到一块儿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跟你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尤其跟你 何总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 我已经知道全部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当年沈侯的高考成绩 根本不如严小陈 但她却能考到 华大的国际贸易协 而严小陈最后却掉了档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侯总 找人在中间动了手脚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说就可以 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吗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严格意义上来讲 严小陈是破格路去的 因为她的分数 和志远没有任何问题 就算被顶了名额 查下去 学校也只会让她入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吗 接下来的事情 我告诉你吧 我当年托人 找了招生处的老师 希望找一个人 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 可是 不晓得怎么搞的 阴差阳错出了岔子 怎么就让严小陈 调党了呢 更离谱的是 她的爸爸不依不饶 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 结果没晓得 路上出了车祸 我就是想不明白 真是造误弄人哪 为什么偏偏到现在 让严小陈跟我儿子 走到了一块 沈侯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吗 不 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 严小陈和他母亲 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们沈家的 所以你明白吧 为什么到现在 我想尽办法就是要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就怕 日后万一他们生活在一起 早晚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怎么办 两个人非痛苦死不可 与其那样的话 长途不如短痛 还不如让他们现在就分开 我已经无意当冲 对他们家造成一次伤害 我不想让他们 母女两个再受第二次折磨 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情愿做恶人 我情愿牺牲我儿子的幸福 我情愿让我儿子恨我 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你明白吗 您说的我都明白 但现在已经晚了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阻拦而分开 不光是您 任何人都不信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结婚了 不 不可能 真是不可能 看来我猜得没错 沈侯是瞒着你 跟小淳秘密登记结婚的 总而言之 现在不管是我对小淳 还是您对沈侯 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 也不要刻意阻拦 否则我能被你的行为 逼着去查明真相 他们也一定可以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秘密封存下去 只要永远不让他们两个人知道 就不会有事 但也如此吧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严小辰 你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严小辰 还不想来 我喜欢我 不想来 不想来 我再说 我还不想来 我去我 去我 乖 我 你 我 不再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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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有人追车 你停一下吧 公司有规定的 中途不能停车的 对啊 师父 你停一下吧 就停一下 师父 停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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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帮个忙 危险了 师父 你停一下吧 帮忙忙 停一下吧 那好吧 我等一下靠边停车吧 师父 师父 我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 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 可是 胡小子怎么搞的 阴差阳错 出了岔子 怎么就让严小臣掉党了呢 更离谱的是 他的爸爸不依不饶 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 晓晓 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 做你喜欢做的事 不是說过 没错 因为优优一下 为什么 怎么办 没错 说 不是 大家 是的 enta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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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吧 下车吧 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 就算你这个样子 躲在车里不说话 他也不会形成一道屏障 帮你来抵御外面的世界 好 既然你不想下去 那我就去跟司机商量一下 看怎么样 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 你还没吃饭 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我给老李打个电话 我求你了 别管我了 你走吧 不管怎么样 你能开口说话 我就放心多了 不愧不愧 就愧不愧 不愧不愧 拍照 总理 你音乐 在你 tent许 听到我 相产正好 我当年表达 你能学习 你别人 我当年表达 对啊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不想看到你难过 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对不对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调到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 他毁了我们一家 而我现在 我 这可是我在一起 我跟他结婚了 多可笑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 是侯月珍 也不是沈侯 你刚才也都听到了 沈侯他跟你一样 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 否则的话 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 自责跟痛苦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 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 如果你现在不想回家 面对沈侯 你可以先去我那里 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 再回去 好